法人司法人靠着公司的名义去买房 那么好处就是可以节省25%的课税 虽然说税后盈余要记录个人的综合所得税在申报 但是有一些人就会找家人去当假人头 降低获利在申报 成功地结税 房价飙涨 房市过热 年轻人一片哀嚎 大叹卖不起房 如今政府出手不止瞄准投资客 下一波受影响的瞄准财团法人和盈利公司等司法人 105年1月1号财政部针对所得税法进行修正 房子拿去卖 土地跟建物获利称为房地合一税 但只规范自然人也就是一般人 以持有建物的年限有不同的缴税标准 一年内卖出税率45% 超过一年未满两年35% 两年以上未满十年则是20% 十年以上15% 随着持有年分越久税率克的越低 但司法人看准了不论多久出售 直接针对获利所得克税20% 等同于少了25%的税 但最后盈余要列入个人综合所得税 因此不少司法人靠着家人做假人头 假性消化降低余额之后 再申报成功比税 表面上节省了20到25%的房地合一税 在分配盈余的时候 个人名下再来计算一次 个人综合所得税 哪一种比较划算 其实不要只看其中一个面向 而是应该综合判断 实际上过去司法人购买住宅 一般贷款可达到八成 如今修正过后 法人买住宅可待成数变低了 至少得拿出四到五成的自备款 要拿两到三间的自备款 只能来炒一间房 降低这个房地房市的热度 我想是有它的效果 揭秘司法人名义买房产 透过转手获利 省下20到25%岁机 如今政府想落实居住正义 要达到阔府 严拟修正法令 稳固房市发展 让人人有机会都能买房 3D讯会怕叫马月魂